大家好,我是保城財險副總經理黃奕雄 聽人說家居保險不只賠償家人那麼簡單 想問還有什麼可以賠償? 除了家居財物外,你拿出街的個人財物 包括你會帶出街、穿上新的東西 都可以在家居保險裡面保障得到 例如錶、衣服、個人財物 都是屬於家居保險裡面保障的範圍 除了個人財物外,在家居保險裡面 還有一個叫第三者責任保障 這件事都很重要 例如有隻狗,有一天帶出街 咬到身邊的小朋友或者咬到其他小動物 你需要負責的話 在家居保險裡面的第三者責任保障 都可以為這些作出賠償 如果家居被小偷入屋爆洩 不見了的財物有沒有得賠償呢? 當然有得賠償 如果小偷入屋打劫的話 偷了你的現金或者珠寶首飾的話 當然這些在家居財物保障裡面 我們都一一作出賠償 可以索償的項目 包括可能你家居不見的一些貴賬財物 包括錶、珠寶、現金那些當然可以索償 另外小偷入屋可能叫爛了你的窗、門 你有買樓宇結構保障的話 都可以在保障裡面獲得賠償 順帶一提 因為小偷入屋的話 你要提出索償的話 你需要報警 連同警察報告和鏡頭 一次過交給我們 我們便會處理 本來我買了很多A5和牛 和珍寶帶子 想著今個星期打火鍋 不過一個不幸 家居停電令雪櫃壞了 想問壞了的東西有沒有賠償 是的 這段時間很多人留在家 可能家居的雪櫃多了些食物 其實你問的問題 在一般市面上有些保單 是會保障家居的雪櫃突然間壞了 或者停電 雪櫃裡面的東西變壞了的賠償 這些保障通常都有一些要求 就是雪櫃的機靈 所以當你索償的時候 如果可以告訴他們 雪櫃什麼時候買 例如加上雪櫃當日購買的一些單據 去證明雪櫃的機靈的話 可能賠償會更加快 也都更加容易 近來就留多了在家 就多了在家打機 萬一我打打機 不覺意興奮太多 打爛了電視 想問壞了有沒有賠償 當然有得賠償 由於電視機 都屬於家居財物的一類 如果你打機打得興奮太多 不覺意推掉到地上 當然在家居保障裡面 可以作出賠償 賠償很簡單 只不過你需要 給我們一個維修的報價 連同一次過交給我們 我們便會處理 早前政府宣布禁止晚市堂食 令到搶廁紙潮和搶米潮再現 如果我們搶了這麼多東西回家 其實家居保有可保障嗎 有很多人打電話來問我們這個問題 如果家裡等了很多廁紙、米、油 都是屬於個人財物的 如果不小心 可能因為火燭、水浸 令到這些物件有損毀 當然有得賠償 不過如果大家儲了很多廁紙、油、米 在家裡用不完 有一天變壞 變壞就不在家居保障裡面 是受到保障的 所以大家不要坐那麼多東西在家裡 如果大家有些家居保障問題的話 就要繼續留意情報家庭